圓培伊士科技大學舉辦2018竹竊新方向玻璃藝術連展 請來多位的藝術家提供他們精彩的作品 展示給學生們欣賞 有一些是設計感比較強的像黃泉宇老師的東西 那有可能是在色彩上 那像第一次來參展的舊文虎老師的玻璃瓶 他在色彩上就跟傳統的玻璃有比較不一樣 那其他那個比較傳統技藝的老師呢 可能像許君淵老師在他的玻璃瓶上 有一些新的設計方向 那我們想要讓大家看的就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像鄭慕蓮老師張雅婷老師 他們都是比較習慣在跨界上面 那在跨界就是多媒材的運用的結合 所以有跟木頭做結合 甚至跟碟骨巴特做結合 我個人看了幾位的作品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歡 希望這樣的玻璃的光亮 帶給所有的年輕人 所有的人健康 小巧可愛的杯子杯緣稍稍凹了下去 讓杯子看起來就像愛心一樣 這是玻璃藝術家黃瓊怡的作品 運用簡單的巧思 讓玻璃看起來更可愛了 源於之前的一個另外一件作品 我們叫手握小水杯 就是讓你的手感覺你壓他一樣 讓創作者跟購買者好像有 同時參與這個製作的過程 好像你手捏他一下 那後來我發現他的形狀有點像愛心 那我就乾脆再把它延伸到另外一個設計作品 就叫愛心杯這樣子 除了玻璃展示 現場也邀請玻璃大師 現場燒製玻璃 原來玻璃不只是用火燒製這麼簡單 還有許多技巧 化學知識在裡面 這些知識都讓學生們打開眼界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